这里是本校标本园的C区 我是今天的介绍人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红柴 红柴呢 它是属于练科的长绿桥木 在台湾呢 它很适合用来装作防风林的主要树种 那它的特征呢 它的树皮呢 有点红褐色的感觉 虽然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但它的确是有这种红褐色的感觉 它的叶子呢 很多人都认为 不管是哪几种 只要是副叶的植物 大家很容易都把一小片叶子误认成 这就是一片 其实 如果是羽状副叶的话 不管它有多多 从它的牙那边判断 就可以辨认出 它是不是丹叶 或者是羽状副叶 那何谓羽状副叶呢 就是说 它的从牙开始 枝条上从牙开始分出去以后 才长出叶子 这叫做羽状副叶 那我们称之为 一回羽状副叶 什么又叫做一回呢 也就是说 从它的枝条分出去开始 只延伸了一次 就是长了一次 才长出叶子 叫做一回 如果是从牙分出去 再长出侧枝 才长叶子 那就要二回 以此类推 总有一二三 甚至到四回 那 证据来说 又叫做一回 枝树与状副叶 什么叫枝树与状副叶呢 也就是说 它的叶子 上面是枝树 并不是藕树 如果是藕树的话 我们就正之为 一回藕树与状副叶 那我们的红柴 它是一回 枝树与状副叶 它怎么从叶子来辨别呢 它跟我们的树兰非常相近 所以又有台湾树兰之称 我们要如何变得它呢 它的叶表 和叶背 都布满了家铃 那 它的小叶 是对生 叶护生 所以 我们可以从它的家铃 来区分 我们的红柴 它的杆呢 枝杆 能够作为我们的 心材 家具 和剑材 在南云那边的 达武族 南云岛那边的达武族 他们会用它来做小工艺品 或者用来生火等等 因此 红柴的用途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好认 虽然 如果您看不懂 这个是红柴 或是树兰的话 只要并别 它是如果上面有家铃的话 那就 百分之 八十以上 或九十以上 一定是红柴 那 我的解说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